回到本港 今天除了是農曆精悦初七人一之外 也是西力的情人節 無論鮮花還是玫瑰燈花 同樣都令情侶可以在浪漫中度過 花海點亮中環海濱 人海中就有不少是 趁情人節同遊的情侶 其實之前在韓國看過 來到這裡看是否漂亮 這裡的花好像漂亮點 但太多人了 對 氣氛也好一點 雖然拍不到漂亮的照片 雖然情人身在外地 但他說並不孤單 其實我想拍自己漂亮的照片 給他 家人也可以一起賞花 有情人節得 有情人的一起舞 跟家人一起 大家都是開心的 玫瑰燈海源展覽為期九日 直至今個月的22號元宵節 亮燈時間由每晚的6點至11點 情人節鮮花受更多人歡迎 這位男士剛剛從外地回來 拖著行李來買花和女朋友 應該要做點事 人家女生跟我選擇跟我一起 我對她好一點也應該 這位結婚20年的市民說 每年都會選不同的花送給太太 都希望我們的愛情像花到一樣 保持著吃得很新鮮 大家都很珍惜 一輩子就是期待這一刻 情人節也是一些情侶理想的結婚日子 這對男女就在什麼一天 展開人生的新一頁 剛好也是來自白俄羅斯新娘子的生日 無線電視記者趙家雲報道 而超過一萬個老人家 就在仁日出席千歲燕 一班老友記 聚首一堂慶祝生日 今年114歲的鍾貴嬌 連續第三年 成為活動中最年長的人粹 我吃東西很穿淡 我咸而青菜而已 那你喜歡吃什麼 奶咖啡 吃麵包 今年人日 適逢又是情人節 這對結婚70多年的老夫妻 怎樣維繫感情呢 忍不忍對 忍不忍 我們互相照顧 有時 哪個適合不適合就遷就 互相遷就 包袱不適合 大埔鄉市委員會 和大埔區議會 在大埔區11間酒樓 延開850席 招待73歲以上的長者 活動已經舉辦三十多年 主辦單位說 今年的千歲燕 比去年多了一百位 一應區內人口老化 預計明年出席的長者會更多 無線電視記者趙家雲報道